最近,美国印太司令部的总司令菲利普代维森所 中国很有可能会在六年之内出手收复台湾 台湾问题一直以来都是中美台三方绕不过去的坎 也是所有说中文的朋友津津热道的话题 那今天咱们就来讲一讲,怎样打台湾 我看到很多反共的政论博主在分析打台湾的问题的时候 基本上都是从战略事态上入手 而且经常就是共军根本不敢打 美军一来,中共就要割地赔款 或者是什么共军都是纸糊的,还没有都海就都沉没了 说实话,看到这样的评论 我作为一个拥有20多年粉铃的老军迷 我觉得吧 不是啊,不要误会,我不是针对你啊 我是说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 任何一个作战方案都是先谈怎么打 然后再分析能不能打 因为打不打得赢,才是能不能打的唯一标准 当然了,如果最后拍板的是小学生的水平 那个就另当别论了 这一次呢,为了以示公寓 咱们就彻底抛黑立场来讨论问题 甚至呢,我可能会稍微的倾向于共军那一边 化身为战狼小粉红 从其我记忆深处 那些年菊座对我的尊尊教诲啊 疯狂打扣 咱们呢,先来讲中共这边的战力和战法 然后呢,再来分析台湾的战力 最后再结合国际局势来综合考量 争取做到谭笑间强乳灰飞烟灭 我发现很多站在自由世界阵营的朋友 对PLA实际军力的认知是不够充分的 甚至很多都还停留在十多年前的水平 目前中国的军费预算排名世界第二 高达12,680亿人民币 同比美国的军费则为7,380亿美元 约为中国的四倍 但中方军费的实际开支 肯定是比账面数字更高的 有很多支出是不列在军费里面的 比如说直属中央军委管辖的武警部队的经费 就是算在维稳费里面的 很多军事装备的研发也都是归类于科研经费里面的 所以中国的实际军事投入远比其账面的数字更高 这一点很好地体现在了近些年军事装备的更新迭代上面 粉红们最喜欢说的就是 中国的军舰如同下饺子一般 那是一年下水一个英国海军 我知道说到这里肯定会有人说兵马未动 粮草先行 外航行装备内航讲后勤 但环顾整个YouTube有谁是真的内航 而且真的内航人家也不跟你说这些 人家说海带残潜艇雾霾防导弹 那咱们这些外航看军事 首先就是从军备入手 因为这些东西是实打实的 一架飞机能飞多换 一艘潜艇能潜多深 各个都是有数的 不会像那些所谓的策略战略一样 虚头巴脑的 而且现代战争是打明牌的 不存在突然爆出个 能够扭转战局的大杀气的情况 不愧是今天还在用加特林 明天就改用星际轨道炮了呀 尤其是对于跨海作战 需要使用的舰船而言 这个东西你藏也藏不住 能够通过公开渠道找到的信息 基本上也就是你的真实战力 只不过部署情况和战备水平 我们这些外人就不好了解了 所以待会我就假设 双方都拥有100%的战备水平 说实话近十年来 解放军的军力是有本质上的飞跃的 尤其是在海空力量上 已经完完全全的脱胎换骨了 PLA海军现役兵力约R19万人 拥有大小舰船500余艘 包括两艘航母 8艘船无登陆舰 151艘驱护舰和75艘潜艇 海军航空兵还拥有飞机700余架 论现役舰船的数量雄居世界第一 论总吨位则排名世界第二 是整个亚太地区最大规模的海上武装力量 综合实力是已经仅次于美国海军了 其中的明星装备 比如说最新式的055万吨大驱 那可是对标美军的DDG1000的大杀器 虽然说可能没有朱姆沃特那么的科幻 但其战斗力也绝对不容小觑 比起台湾海军的 4艘上世纪80年代完工的基隆级 那不知道是高到哪里去了 在两栖输送力量方面 现役的8艘071级两栖登陆舰 已经全部形成战斗力 如果一次性出动的话 一波攻击就可以输送16个陆战营的兵力 此外最新又有3艘全通甲板的 类属于法国西北风级 或者是美国美利坚级的 075级两栖攻击舰 即将入役 除了那些比较新锐的两栖输送力量 别忘了 它还有几十艘较为老旧的坦克登陆舰 很有可能会作为第二波 或者是后背登陆力量使用 这样的两栖投授能力 已然不是当年需要征召名传渡海的无下阿蒙了 其综合实力远超东亚其他国家的水平 基本上等同于欧洲全部国家 两栖战力的总和 打台湾不管你吹的怎样天花乱坠 什么六大战法三天拿下 最后一定都得是渡海作战两栖登陆 其他的什么战术 比如说什么大规模陕兵空降 什么挖人小规模洗脑 什么两千枚导弹洗地 还有什么统促党林外合之类的 想单靠这些战术取胜的 通通都是无稽之谈 咱们这里就默认PR海军 完全压制了台湾海军 并且两栖运输能力也是满载运行 那么游海到路的最后两海里 就得看两栖战斗部队了 说实话这一块长期以来都是解放军的短板 但近些年情况不一样了 现在不管是装备和训练思维上 都已经和之前完全不同了 目前的PLA海军陆战队 下下六个陆战旅一个特战旅 共计五万余人 这批人就是跨海作战的尖刀部队了 这里稍微提一句 中共的海军陆战队跟美军的海军陆战队 不是同一个性质的 或者应该说美军的马顿四人 其实才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 因为它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军种 拥有自己全套的作战体系 从大小航空器到气垫船 再到两栖攻击舰 是应有应有 可以完全脱离海空军独立作战 事实上就是一个快速反应部队 中国的海军陆战队则不难 它是海军力量下属的一部分 并不具备独立的作战能力 而且事实上它也不需要 可以说它从设立之初 就是为了供许台湾而准备的 前些年中国从乌克兰 购买了一批欧洲野牛气垫船 这个可是个抢摊登陆的大杀器 就连希腊也在用 专门用于对付土耳其 因为两国之间有个塞浦路斯的争端 经常需要往爱心海上的小岛输送兵力 这种气垫船配备两门AK630转管机炮 两门火箭弹发射器 还有多枚反空导弹 火力非常的恐怖 其最高航数超过60节 越过台湾海峡最快只需要一个小时 满载排水量更是高达550吨 一次性可以投送三辆九九式主战坦克 目前欧洲野牛入役了三艘 而且据说已经实现了国产化 正在源源不断的生产出来 当然这种船更多的可能是用来应对南海争端的 对付台湾那简直是杀鸡用牛刀了 另一种在进行大树风投的明星装备 则是05式两栖步兵战车 它与美国海军陆战队曾计划的远征战车 在概念上是相似的 其水上函数可达25-30公里 配备一门30毫米转管机炮 它还有一个突击车版本 更是换砖了105毫米线塘炮 那对付国军那些勇虎云豹什么的 都是一炮一个小朋友 两者在战时可以混边互相配合 一种用于输送人员消灭敌友生力量 另一种用来对付摊头防御攻势和装甲目标 整个05式战车家族 总共给陆军和海军陆战队装备了1000多辆 光凭这些充当尖刀使用的两栖车辆 就已经可以秒杀台湾陆军的所有装甲力量了 更别提后续部队还有像99改这样的主战坦克 在空中力量这一方面 目前PLA装备的尖10、尖11、尖16等一票试带机 加起来一共有1000多架 最新式的尖20目前已经服役了60多架 关于这个尖20可以多说一句 之前Lanad有专门出一个吐槽视频 说的是相当的精彩但是有部分地方我是不太同意的 大家都网传竟然是有心脏病 说它根本就没有办法实现超音速巡航 压根就不符合五代机的标准 现在的这60多架早期型号呢 装配的是涡扇10或者是儿子的AL31 涡扇10其实就是AL31的仿制产品 普遍是用于苏R7这样的四代机身上的 至于说它预想中更先进的涡扇15 一直都是研发中的状态 因为生产这种高推力比的涡扇发动机 需要掌握使用来捏超级合金 制造单晶涡轮叶片的技术 中共目前就是卡在这个地方 但请注意它已经不是全方面的落后了 只是在个别尖端技术上有短板 那只要舍得投入或者是多出动一些美女间谍 那迟早也是会突破难关的 哪怕最后达不到F2R猛青身上等等 两枚F117发动机的水平 但做到个60%到70%还是有可能的 据说什么棒式经济道是不是超斜F345 什么机体设计是不是来自于米格 我觉得这个就稍微有点捕风捉影了 飞机外观的部分是没有什么秘密可言的 看一眼就基本上知道设计思路了 关键是在于能不能做得出来 而且在做歼20的时候 中共应该是知道自己发动机的短板的 所以挑选是有利于提升胜利的压式布局 在以往的视频中 至少歼20的机动性是相当的好的 当然缺点就是隐身性能大打折扣 不过即便如此 歼20的综合实力 掉打金国号和F16AB这样的早期型尸弹机 应该是没有太大问题的 很多人说中国的军力根本没有纸面上那么强 科研水分太大 毫无原创能力 要么就是党卫军不忠于国家 一旦打起来没有战斗力 但历史的经验证明往往结果是相反的 在科研上这种举国体制或许从长远来看是缺乏活力的 但短时间内它对一些关键领域的突击能力并不逊色 当年同为极权体制的德国和苏联 不也搞出了很多鬼畜的装备吗 就连法西斯意大利也曾经在个别领域用出过引领世界潮流的装备 至于说党卫军一定没有战斗力的这个说法 那更是无从谈起了 远一些的比如说罗马共和国时期 汉尼巴挥下了私人军队 它都不是私人军队了 人家压根就是一帮雇佣军 照样把全部都为共鸣兵的罗马军团打得满地找牙 近一点的那就是纳粹德国了 SS尤其是武装SS 至少在凶狠程度上是远超普通军队的 一支军队的战斗力取决于士气和组织度 对于是不是来自自由民主的国家 没有太大的联系 毛泽东说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 在战术上要重视敌人 虽然我很讨厌他 但也不得不成乱 他的这句话说的还是有几分道理的 那么既然拥有了这么强大的军力 中共到底该怎么打台湾呢 他最有可能的战术其实只有一种 那就是快速消灭台湾海空军力量 然后以雷霆万军之势 直取台湾本岛 并且速战速决 而且一旦开战 就必须得把红旗插上凯道的总统府 出现其他的任何一种结果 都是输 他不会也不应该有任何的回旋余地 咱们这一期暂且先说结论 之后的节目里再解释 为什么中共只有这么一条路 而且咱们说了这么多 都只是考虑了常规战争的打法 之所以没有提到核军力 是因为我觉得大多数人应该都明白 这是不可能的 中共的核打击能力决定了他只能作为防御性的核威慑存在 他说的那句 绝不首先使用核武器 不只是做一个姿态 而是他知道自己用不了 即便就算是按胡锡进的要求 又生产了1000枚核弹 那跟美国比起来 差的依然不是一点半点 动用核武器的那一刻 不管追踪这些核弹有没有落地 那都是中共灭亡之实 中国对美国或者是美国的盟友丢了核弹 真的以为美国不会报复吗 我靠这也太相信美国人的善良了吧 迄今为止世界上动用过核武器的国家只有一个 那就是美国 而且还用了两发 总之在我看来 今天的PLA已经不是1996年的PLA了 要拿下台湾在战术层面不能说是易路反展 但可能性是与日俱增的 台湾的处境正在一天比一天变得更加的危险 不过呢 最后在我粉丝掉光之前 我必须得说 即便共军强大如此 台湾它依然打不下来 可惜今天的时间不多了 那么预知后事如何 请听下回分解